说起这个事多多少少心里还是有点激动的 肯定是 我这是掐着点天天盼他们回来 话说近日呢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完成了核心舱组合体阶段的全部既定任务 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将会择击再入大气层 我们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程组的太空出差也是接近尾声了 正式进入了回家倒计时 是吗 我记得咱们出发的时候是去年的十月中旬 差不多 转眼这六个月的时间过得那是相当快了 那是你觉得快 那是因为我们经常从太空传回来的画面当中看到他们的日常 要不是画面中大家都是飘来飘去的 真是感觉不到 我们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相隔着几百公里远 而且神十三的航天员们工作都安排的满满当当 比如说前不久刚刚完成的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二课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详细的介绍过 三名航天员和地上的中小学生们进行了亲密互动 这样的示范课程一定会给孩子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吧 比如那个在太空中被扔出去的冰吞吞 对 完美的诠释了牛顿第一定律 在没有外力作用下 孤立置点保持静止或者是做匀速直线运动 而这种现象在咱们地球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可不另外呢 航天员还为大家伙介绍了空间站内实验柜的用途 事实上呢 他们派上的大用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神舟13号航天员程组在之前航天员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完成了20多项载轨科学实验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他们首次建立了空间条件下细胞的长期培养体系和细胞模型 利用这样的体系和培养模型呢 完成了几项国际领先的生命科学实验 比如说人类首次观测到失重条件下的心肌细胞 钙性号闪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来 完成了国际上首例的 从人体尿液中的身上皮细胞 通过基因重编程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生机勃勃的 具有多种功能的干细胞 又分化成为心肌细胞 通过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编辑了一个荧光蛋白 那么通过荧光蛋白的这个荧光 我们就看到在收缩过程中 钙信号的闪烁过程 这也是国际上第一次 那么看到了心肌细胞 美丽的这个收缩的过程 利用心肌细胞 对重力敏感的特性 这科研人员呢 根据航天员载轨实验观测 比对心肌细胞 在重力条件和失重条件下的收缩过程和特点 更好地解读失重对人体的影响 了解航天员失重条件下的心血管变化特征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实验对于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咱继续看 那么这个技术呢 一方面可以来了解我们心血管变化特征 失重条件下的 另一方面呢 也对于大众健康 人类的再生与衰老 包括人类的长寿和心脏病的发生 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模型 这此外啊 通过这个依托核心舱组合体呢 我国科研工作者还完成了国际上 首次皮肤干细胞 长期失重条件下的悬浮培养实验 在细胞生存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啊 航天员对于细胞进行反复的观察研究 并且定时为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液消化液等等 这为长期失重条件下的细胞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平台 开展此类细胞空间实验呢 将有助于人类更好的认识生命 这些航天员想要飞得更远更健康 与航天医学不断获得的新或收获的新认知 那是密不可分的 是啊 只有这些收获和认识越来越多 才能更好的支撑航天员们探索太空 哎呀 又长知识了 所以期待我们的航天员们顺利回家 也期待呢 他们带回来更多的科研实验成果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